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昔日的天才圣语 轩炎恶如今却成了血脉禁尸的废人 你说什么 你们母子都是轩炎家的罪人 乖乖束手就起了你 我只能手术点 血脉之力 我给过你枪 你不珍惜 他竟然也能觉醒 现在 你可以死吧 哼 冲王小儿 博陀密博斗 一二是 万帆千块 三星五 这怎么可能 不要 等等 您不是想知道 轩炎如来的消息吗 我说 我全都说 还想偷袭 真是无可救药 我损了 我损了 陈锋 你们 也是孙原家的人 是 我们曾是轩辕家的其中一个分支 但机甲从未降入轩辕家的纷争中 我凭什么信你 父亲 这是一直护有我族的禁制之法 公子舍命救我族人 老夫愿交于公子 有关轩辕家的事 你知道多少 公子请随我来 数万年前 轩辕家曾有觉醒至高血脉的无处 轩辕家也因此一夜闻名 成为龙脉主宰 这种血脉被称为绝世武魂 但以神魂为代价的后果便是 无者失智 成为受人摆布的杀戮傀儡 以世间生灵涂炭 后来我家先祖发现了另一种觉醒的方法 寂寞魂术 此法一出便遭人觊觎 无奈 先祖只好举足千居优越谷 远离世俗纷争 谷中尽知 隔绝外界的同时 也隔绝了灵气 族人修炼进程缓慢 无法修习祭魂术 如今 因我大哥姬云山的狼子野心 走漏了风声 陷遭轩辕家灭族 祭魂术 竟要以武魂为代价 敢问公子 是如何做到不受血脉凡事 这是我母亲所创功法 明曰千姬变 令堂真是天才啊 此法尚不完善 就有如此功效 老夫佩服 眼下 轩辕离深远于此 优越谷不能久留 公子所言极是 老夫在此谢过公子 来日必定肝脑涂地 以报今日之恩 回 回禀台上 并 并无发现 你是废物 失败的 多年 可真是生的一个好儿子 陈锋 既然我抓不到 那便让你自己送上门来 雅巴开口说话了 天儿 他不是机灵天 机灵天一个五魂不起的雅巴 绝不可能有这般实力 更不可能开口说话 此子假扮机灵天 他没有参赛资格 如何不可能 那日我和凌玉被你们追杀 掉下悬崖 偶得其乐 不仅治好了口级 修为也大有长进 追杀 你发生什么了 真的假的 大后方能做出这种事 一派胡言 各位不要被他蒙骗 在老夫 亲手撕下他的伪装 住手 父亲 呼伐何在 小子 不管你是何方妖人 都难逃一死 父亲 二弟 你这是干什么 包庇外人吗 他是谢灵天 组长 我来吧 四个一起上吧 猖狂小儿子 让老子来毁毁你 什么 我的金顶 别 别哭 邪阵 此阵乃我们神魂所结 一旦朕成 五军竟强者也难逃一死 大红法 别白费力气 你这是在玩火自焚 不如我来封他 我都废了大火把他们的胸 怎么做到的 你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三 三兮 认罪 什么这样 一 二 我 我认 是我派人爱杀你和金灵玉 在尘尘夺下组长之位 我 我对不起金家的聂祖聂聂 我再也不敢和你们争了 小小 你留我一命 堂堂大护法 居然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真丢我们家族的脸 父亲 还有呢 还 还有什么 你儿子鸡灵玉 去哪儿了 他 他 是谁开启了入口禁止 整个七家 除了我 你 你就不顾足迅 打开禁止 这都是你们逼我 你有高手相助 我也有 五黄境 特使大人 我答应太上 带姬氏一族 重归雪原家 便将姬家秘法 双手奉上 请您帮我 判除这些不愿归强的逆贼 嗯 太上有力 太上有力 姬家一族协秘法叛逃 全族 诛杀 黄境 你中帝子速速离开 您这是何意 是我打开禁止 你们才能进来的 太上答应过我的 你们骗我 放心 太上答应的事自然做数 不过是在你死后 给你族长排位 骗子 呃 陈公子 快逃 逼得我们家族的事 连累了您 轩原家 不知死活的蝼蚁 跑 五黄境 姬家还有此等高手 你是陈锋 就要这么亲切 我们很熟吗 真是意外之喜 太上 可一直记过这个 哼 快点快点 让他们跑了 有胆子接着跑啊 你们这么做 不怕我父亲知道吗 哎哟 我的好妹妹 都死到临头了 还没清醒啊 过不了多久 那老家伙 就会下来陪你和这个哑巴的 你 baby小人 上 灵天 死吧 也不知玉儿他们到了没有 这里灵气稀薄 对神师的压制也很严重 陈锋 你要小心 天河境 灵天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哦对了 你还有事 你怎么 姑娘 你认错人了 灵天 你 你你会说话了 你不是他 你这儿 没有那颗雷脂 天哪 世间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不好意思 小女方才 失礼了 无妨 姑娘 能否告知在下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 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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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样 化形妖兽 居然认他为主 你们请回事那边 其余人 跟我来 不好 他们追来了 他们 一帮歹人 没时间解释了 快跟我来 公子说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都给我搜仔细点 下雨了 这这这 怎么怎么会有妖王 妖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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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 快跑啊 快跑啊 还是没找到出口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全凤 你就不好奇 那个灵天是怎么回事吗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你忘了 紫兰 也长得极其相似 嗯 说的也是 怎么样 果然 就是我大伯在背后搞鬼 想夺我父亲的族长之位 不过公子 你是如何猜到的 这种事我见多了 鸡姑娘 接下来什么打算 他们还会对我父亲和亲族下手 我一定要回去 只是 小女子势单力薄 无法与他们相抗衡 还请公子帮我 鱼儿他们还在等我 还是不要节外生之为好 抱歉 我得尽快出去 陈公子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但 你若想出去 就只有我能帮你 理由 相信你也察觉到了 这里灵气稀少 那是因为 这里被一道禁止隔绝于世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而唯一的出口 则被我们机下掌控着 只要你 你 我可以找你大伯合作 你不会的 虽然咱们才刚认识 但我觉得 你和他们不是一类人 甚至 和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 说吧 我该怎么帮你 公子只要在继承人比试中 胜出就可以了 这倒是我的强项 对手是什么境界 以我目前的境界 再加上千奇变 应该能战胜低阶五皇 我估计 对方至少是天和精六行 天 天和精 我知道这对公子来说 有一点难度 何止是一点啊 实在不行 公子可以让你的受宠出战 到时候 就说是在外面捡的 可以吗 不过 以我的身份 合适吗 外族人自然是不能参赛 但 天亦如此 还没有尘封消息吗 主上 恢复通讯还需 三点 主上 还有一事 优越谷那边 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很好 拖了这么多年 还不是要乖乖奉上 这一次 必须斩草除根 这一次必须斩草除根 没关系 对 对 原来 不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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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